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 想骑授96岁 而女王在位超过70年 全数经历投入王室公务 曾表明毕生将从头至尾服务公众 充分展现出她鞠躬尽瘁 舍后仪的奉献精神 而1926年4月21号 伊丽莎白二世是在伦敦出生 她的伯父爱德华八世退位后 由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 乔治六世继位 当时只有10岁的伊丽莎白二世 成为王位的法定继承人 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开始履行公共职责 而1952年2月6号 她的父亲乔治六世辞世 当时正在肯亚进行王室访问行程的 伊丽莎白二世自动继位 而隔年的6月2号 伊丽莎白二世就在西敏寺加冕 而2015年9月9号 她超越了高祖母维多利亚女王 在位63年7个月的记录 成为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同时也成为世界历史上 在位时间最长的女君主 以及女性国家元首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辞世 享其寿96岁 她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担任元首长达70年 而女王的儿子查尔斯即位后 她现在正式头衔 将成为查尔斯三世 好 进一步带您来了解 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子 也就是现年73岁的查尔斯 现在自动继位成为英国国王 而她的第二任妻子卡密拉成为王后 查尔斯在女王辞世之后 也会以英国国王的身份 发表的第一份公开声明 她也表示了 女王辞世对于全体家人来说 是最为哀伤的时刻 而查尔斯的长子威廉王子 现在除了现有的头衔是剑桥公爵之外 也将会继承卡瓦尔公爵领地 成为新的王厨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